那什么叫挫驾呢 挫驾是什么意思 我想在这个地方 也要把挫驾的意思 莫定 跟大宗族的接触 这个非常有对应 一个是我们挫驾人 挫驾人 或许一下自己的触发性是什么 给我们准备挫驾人 挫驾不是简简简单单的把头皮贴了 而不是 那个有大法气 大法气 叫发大福提气 挫驾的行为 所以是王后将相所谓 要以大方报 才能挫驾 那挫驾到底是什么意思 善成意识 善成意识 第一个 挫驶所知 我们作家 要离开自己的父母 扫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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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觉得 这种 讲法不符合 自己 为什么 不需要有事 如何为大 用似着的自尽 来扫驾 什么叫做似着自家 我们要 你一看 世界的家 把对自己父母 眷属 之女的这种 认识的爱 来对待一切众生 是一切众生 为自己的父母 这个是大 防万经理明告诉我们 一切男子 是我们 一切女人 是我们 不但人道的众生 是我们的父母 乃至于 恶道的众生 一切众生 而法界的众生 都是我们的众生 把对父母 乃至子女 这种自私的爱 来对待其众生 所以错价 要用第一个 这个领头 第二个 要出 善界之家 修行的目的 就是要留神 我们要脱离 欲界 色界 不是救 因为在这三界里面 六道的目标 我们有些人 说要求福报 而至于 实际 要伸到 听到 就是到 飞翔 飞翔 出听 他的福报 也会堕 也会堕落 犹如眼镜色虚空 一旦他的力量没有 又要堕落 而且堕落 就是堕落山 所以修行的目的 要求福报 也要求智慧 归根结底 要了生 不死 不要到 六道灵 在来 所以修学金属法 它是特别法 通修法文 要 恕错善戒 欲界 色界 不色情 但是我们修学 金属法 恨错善戒 不要断关 念佛 到你命中时 你的夜报 跟阿弥陀佛 走 一往生 到西藏极乐世界 哪怕就是下同下生 也是云争争 善戒 一生成全 所以这个法 这所有的法门 没有办法 进入法门 修圣 所以我们错家 第二 目的是 要出善戒之前 最后一个 最关键 错烦恼之前 修行的过程 无非就是 一切的通图法 对 你首先要把 这个见识烦恼给的 你才错 在天 见识烦恼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自私 是内心 什么东西 不考虑别人 不考虑自己 有了 见识烦恼 就有 有的人 所以见识烦恼 它是最难的 如果把见识给断 成杀无名 很容易断 所以我们最难断的 就是结识烦恼 见识烦恼断 断成杀 断无名 最后是修行成杀 那唯独我们这个 净土法呢 它跟一切净土法 都有 不需要断 当然你断的盘脑是更远的 你不要断的盘脑 只要把阿弥陀佛 念到 无助反而 到了灵命中 是阿弥陀佛 来解识 所以这个是 最后一个 根本了意 了意的出现 这个我们学佛啊 佛祖告诉我 施义法理 要依 了意 又进去 对吧 我们现在往往把 放病不了意的 当成了意的 当成算是 别说我们抽起安卓博士 这个就是 放病 杜众生的 一个同情 你把他 吸引到佛门里面来 让他闻上 最终的 最终的目的 是什么 就是要让他 要修行 鸟胜唾死 断经一切 这个才是究竟 所以 我们错 乃至于 卷卑错 一定要 一定要明白 错 一个人 是 感谢观看